看看新闻网 你得联系补票才出来 你那个怎么就可以赚了呢 我也赚了一个 对不对 那个人蓝金豆吧 那进来的时候怎么进来的呢 就是突然进来的 也是跟这一样 那怎么会今天这个没买票呢 没有硬币 什么 没有硬币 没有硬币 那你纸币总有吧 纸币有 对啊你这10块钱买张票不就行了吗 试错了可以吧 而这位逃票的年轻人 在被稽查人员拦截后依然百般抵赖 声称自己刷过票 是前面的人没票 态度十分嚣张 我现在上班 我别跟我说 你快点去看视频头 他就给他跟我说 前面的人你认识吗 你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那你帮他 鬼交官执法人员当即将其带进车控室 监控画面显示 这名男青年和另一人 前后紧贴着用一张票过扎机 逃票的意图昭然若揭 两个人一起逃票 我跟你说 这样处罚力度更加大 两个人一起逃票 很明显的 你现在成不成为逃票 你说逃票就逃票了 我说逃票 这事实百分之间你是逃票 逃票就逃票了 监控里边 你很明显看得出 你们两个人用了一张票 同时出债 你去看看地铁的规定 明显属于逃票行为 对吧 你还不承认 现在成不承认 对于逃票行为 地铁方面均除以50元的上限罚款 而除了钻闸机之外 情况同样突出的是冒用老年卡 不少人拿着家人的敬老卡 企图蒙混过关 享受免费午餐 早个风短短一个半小时 仅二号线中山公园站 就查获了十多起钻闸机 和五名冒用老人卡的逃票行为 地铁方面表示 随着地铁网络的行程 大客流下 票务违规现象比较普遍 近两年有上升的趋势 我们去年一年 总共挽回的票务方面的损失 在将近50万 我们查获的人次 暂停要有10万左右的人次 卷网络 但是还有一大 相当大的一部分的量 是由于我们在机查当中的 一个劝阻 劝阻违规行为以后 等于这个违规行为没有发生 所以这个量 在我们整个地铁网络里面 应该讲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有一些 有上升的一个趋势 据了解 目前上海地铁全网 有近300个车站 点多人散 日常有限的机查力量 也不可能完全杜绝逃票行为 在依靠乘客自觉性提高的同时 地铁方面 下一步正在考虑 从技术手段上 加强对逃票的防范 记者谢丹青报道 هذا はい 但这个方式一定能分析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